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小成就累积大成功 在2021年 荣获金钟事后的钟心灵 是全台老小 都熟悉的喜剧演员 其实这已经是他 第三次夺下金钟事后的书楼 当他发表得奖感言时 钟心灵感谢所有爱看电视的人 更感谢剧团给他很多机会 让他从恐龙演到槟榔西斯 还可以唱跳舞台剧 早期的钟心灵 常常是戏剧当中的绿叶 他风趣纯真 到了后期 他即便不是主角 都能感动所有的观众 演技朴实 却扣人心弦了 然而钟心灵 能有如此扎实的演技 全是过去承受到恩师 李国秀的提拔 但他认识表演的美好 他渐渐在演戏当中 找到自己 钟心灵努力学习 掌握演戏的技巧 将身材 将身材变成他的特色 由剧场出身所锻炼而来的硬实力 让他在荧光幕前的演出 都深深打中观众的心 重视钟心灵在出道时 就被认为是邪心 但他也丝毫不排斥 反而更能甘之如鱼 搞笑出演 因为在表演喜剧时 每个声音 肢体动作 表情牵动 都是使戏剧更加丰富的关键 他这些年来 努力累积经验 不放过任何表演的细节 而就是这些表演当中的小细节 让钟心灵在喜剧演员的众舞台上 都占有一席之地 亲爱的朋友 你发现了吗 当你选择与卓越的态度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 累积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若我们用心 专注 愿意重复累积经验值 你就会成为一个赢家 你不用很有背景的出身 你不用智商195200 简单的事重复做 你就能成为行家 就像是钟心灵一样 演戏当中的小细节 他一个也不放过 表情 动作 声音 通通不马虎 在表演生涯当中 努力累积经验 就是这样卓越的态度 使他能够一要而上 展露头角 而成为精忠事后 在圣经当中 也有一个人物 名叫大卫 过去他是个牧羊人 有空就不断练习 甩食指的技术 练习再练习 以至于到一个地步 甩出的石头都能百发百中 当他面对身穿盔甲 头戴头盔 高大魁梧的哥利亚 大卫只用一颗石头 就成功打中他的额头 哥利亚立即扑倒在地 可见大卫 对甩食指的技术 是多么的熟练 亲爱的朋友 上帝乐意祝福 拥有卓越态度的人 你不需要有多好的学识背景 多高深的学位 而当你愿意 选择与卓越的态度 累积日常生活中 那些小小的细节 小小的经验 将简单的事重复做 重复的是用心做 等待日积月累的时间过去 上帝必祝福你 使你成为专业当中的行家 人生的赢家 在小事上忠心 上帝就要托付我们更大的事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卫主持的早安Easy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 搜寻士林林良堂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